新华社消息,昨天晚上的11点半左右,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区瑞海公司危险品仓库发生了爆炸 根据初步的统计,事故已经造成了17人死亡,32人危重,283人住院观察治疗 在灭火过程当中发生了二次爆炸,导致部分现场人员被困,周边的建筑物受损 目前正在全力搜救被困人员